2024年的娱乐圈 注定是属于周深的罢评时代 这位被誉为OST一哥的音乐才子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无人能笛的唱功 成为了娱乐圈的焦点 在这个时代 周深的名字仿佛成为了票房和口碑的双重保证 他的歌声成为了无数粉丝心中的治愈良药 在影视剧领域 周深的主题曲演唱成为了各大片方的争夺焦点 为了能请到他来演唱主题曲 各大制片方不惜一切代价 竞争之激烈 犹如古代战场上的英雄豪杰争夺船式宝物 每当有热门影视剧宣布由周深演唱主题曲时 总能引发一阵热议 仿佛这部剧已经成功了一半 就在前不久 周深在音乐颁奖典礼上大放一彩 一口气将最佳歌手奖最受欢迎金曲奖年度音乐突破奖 最佳影视主题曲演唱奖 这次做极具分量的大奖收入囊中 这一壮举 不仅让他的粉丝们欢呼雀跃 更是让整个娱乐圈未知震撼 这些奖项无疑是对周深音乐才华和努力的最好肯定 周深的歌声犹如天外之音 深入人心 他的音乐作品既有古典的韵味 又有现代的气息 让人陶醉其中 无法自拔 在这个霸平时代 周深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征服了无数听众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音乐王者 不仅如此 周深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用自己的影响力传播正能量 他的人格魅力和音乐才华 使他成为了新时代的榜样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有理由相信 周深将继续用自己的歌声 为娱乐圈注入更多活力 成为永不磨灭的音乐传奇 让我们来谈谈2024年开年热门电影 热拉滚烫的主题曲《小美满》 这首歌由周深演唱 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治愈神曲 周深的嗓音独特而深情 仿佛拥有魔法般的能力 给每一个音符都注入了鲜活的灵魂 让他们跳跃在听众的心间 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 在小美满的旋律中 你可以听到小狗欢快的叫声 树叶沙沙的吟唱 风声轻轻的低语 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 营造出一种欢快而又温馨的氛围 这首歌就像是春日里的一缕阳光 温满而明媚 直接将我的整个假期都完美至于了 那清澈透明的音质 那饱满的情感状态简直让人感叹逆天 凭借小美满 周深毫无悬念地斩获了年度电影金曲奖 这首歌成为了本年度当之无愧的超级大热门 周深的音乐地位也因此更加巩固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借过一下 这首作为2024年最炙手可热的电视剧 《庆余年2》的专属BGM 周深与唐田老师的再次携手合作 为剧中主角范贤良深打造了这首充满情感张力的歌曲 周深对借过一下的理解和演绎 可以说达到了精妙绝伦的境界 他的声音就像是范贤的影子 将那份独有的潇洒不羁与孤独悲凉表达的淋漓尽致 在周深的歌声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范贤在全谋斗争中的坚韧与无奈 以及在情感世界中的温柔与脆弱 这首歌不仅加深了观众对范贤角色的理解 也让周深的音乐才花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 周深的两首作品 《小美满盒》借过一下 不仅在各自的领域内大放异彩 更是证明了周深在音乐道路上的不断探索和成长 他的音乐不仅仅是听觉的享受 更是一种心灵的触动 再来说说那手云边的风筝 这首歌曲是2024年青春偶像剧《青春追梦行》的主题曲 由周深演绎 成为了无数青春心灵的情感寄托 周深唱起这种纯音乐填词的歌 就像是艺术家握着画笔 在空白画布上挥洒色彩 每一笔每一画都充满了情感和灵魂 他的声音就如同一件西式的精美乐器 每一个音符都像是经过精心挑教 刚一开口就能让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云边的风筝的旋律优美而悠扬 周深的嗓音清澈而深情 他将歌曲中的情感细腻地传达出来 仿佛是在讲述一个关于青春梦想和爱情的故事 在他的演绎下 那些关于青春的回忆 关于梦想的追求 关于爱情的憧憬 都变得如此真实而动人 听着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牵引 跟随那只飞翔在云边的风筝 一起穿越青春的岁月 感受那些笑于泪 喜与悲 周深的歌声 有着一种神奇的魔力 它能触动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让人在不经意间泪流满面 在云边的风筝的旋律中 许多人的眼泪 更是不受控制的鼓鼓流淌 仿佛这首歌成为了他们情感的出口 让他们的已释放内心深处的情感 这首歌曲 不仅成为了青春追梦行的灵魂 也让周深的音乐魅力再次得到了证明 云边的风筝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周深的声音技巧 更在于它对于歌曲情感的理解和表达 它用自己的音乐 为青春偶像剧注入了更多的色彩和深度 也让观众在追剧的同时 得到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周深的音乐 就像是一支风筝 无论飞得多远 都能牵引着人们的心 与之共舞在青春的天空 热播剧玫瑰的故事的情感主题曲 《风吹过的晨曦》 同样是由周深以其独特的嗓音深情演绎 这首歌曲 就像是一幅流动的画卷 周深的歌声总是能够精准地 直抵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唤起听众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 《风吹过的晨曦》的旋律优美而哀伤 每一个音符都仿佛是被清晨的微风轻轻吹拂过 充满了无尽的画面干预丰富的想象 周深的演唱 让这首歌的余韵悠长 如同晨曦中的光线 温柔的穿透云层 照亮了听众的心房 每次前作一响起 那熟悉的旋律就像是一把钥匙 轻轻打开了记忆的大门 让人忍不住想哭 因为这歌声离仿佛深藏着我那段充满遗憾的初恋 在那段青泽的岁月里 初恋的甜蜜与苦涩交织 就像《风吹过的晨曦》中的歌词 讲述着爱情的故事 既有温暖的阳光 也有无法言说的忧伤 周深的歌声 陪你回忆那段逝去的美好 让你的心灵得到慰藉 这首歌曲成为了许多人在夜晚独自倾听的伴侣 成为了他们在情感路上的一盏明灯 周深的演绎 让《玫瑰的故事》的情感主题更加深入人心 也让观众在追剧的同时 感受到了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 每当风吹过的晨曦的旋律在耳边响起 那些关于爱与成长的记忆 就会如同被风吹散的花瓣 轻轻飘沃在心间 让人回味起来欲罢不能 周深的歌声 就是有这样的魔力 让人在音乐中找到情感的归宿 周深在2024年的日程表上排得满满当当 盲目的几乎晕头转向 即便在这样的高强度工作之下 他依然不忘初心 甚至在开演唱会的间隙 都不忘给自己的老朋友 B站小破绽演唱2024年毕业歌曲明天 这首歌曲献给那些即将踏上新征程的毕业生 以及那些已经迈入社会的大门的人们 周深的初心始终坚定不已 他不畏声名显赫而来 也不畏低谷落寞而去 这份对音乐的纯粹和对友情的执着 实在是太令人感动了 而在动漫领域 周深同样展现了自己的音乐才华 他为热门动漫狐妖小红娘月红篇演唱了 结缘之歌的片尾曲一场 在这首歌中 周深以其饱含悲情的嗓音 将所有复杂的情感都囊括其中 他的声音如同情感的织网 细腻而深情 虽然这部动漫剧的改编 在某些方面可能差强人意 但周深演唱的一场绝对是好听的无话可说 他对歌曲的处理细腻程度简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让听众在音乐的熏陶下 感受到了角色之间的深情厚意 周深的音乐 就像是他的心声 无论是为毕业生送上的祝福 还是为动漫角色注入的灵魂 他都用自己的方式 传递着温暖和力量 他的歌声 不仅仅是旋律的堆砌 更是情感的流淌 让人在听歌的同时 感受到了音乐背后的故事和情感 周深的这份执着和才华 让他在音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也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尊敬 花间令这部古装严情剧的主题曲 同样是由周深倾情献唱 他刚一开口 那画面感瞬间就如潮水般涌来 孙楠老师说的太对了 幸好我们这个时代有周深 他那美妙绝伦的嗓音 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拥有如此动人心弦的歌声 就连游戏圈周深也不曾放过 他为王者荣耀五五朋友节演唱的主题曲奇迹时刻 那表现简直惊为天人 那出色的镜头感 无与伦比的表现力 超一流的跳舞水平 周深这进化的速度 简直快的令人折舌 周深啊周深 你这是要把整个娱乐圈都变成 只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啊